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与凤行主题曲如初MV手曝光,赵丽颖林更新隐期待。 从前几天开始,网络上就盛传着一段让人心动的消息, 赵丽颖和林更新合作的古装剧与凤行首度公开了主题曲如初的MV。 情人节当天,这个消息终于得到了确认,让所有的粉丝心情随之生化。 能够看到赵丽颖和林更新再度携手合作,这对默契十足的搭档,各种悬念立马就迎面扑来。 不禁让粉丝们好奇,他们将会演绎出怎样动人的爱情故事呢? 如初这首主题曲将会传达怎样的氛围和感情呢? 赵丽颖和林更新一起出演过多部作品。 他们的合作始终都是备受赞誉的。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深入的理解,每一次的演出都能够牵动观众的情感。 这次,他们再度相聚在与凤行中,相信又会创造出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。 而这首主题曲如初由张碧晨倾情演唱,这已经是她和赵丽颖的第五次合作了。 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女艺人正式用她们的演唱和演技,勾勒出了许多角色的情感世界。 这次的如初注定会再度展现她们的默契和共鸣。 在MV中,赵丽颖化身古装女子,展现出极致的美丽和优雅。 她时而温婉贤淑,时而英姿飒爽,将角色的感情和内心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而林更新则以她一贯的细腻和深沉演绎着属于她角色的情感。 她们之间的互动和眼神交流,仿佛能够穿越屏幕,让人感受到那份深深的爱意和牵挂。 不仅如此,MV中还展现了精彩的特效和震撼的视觉效果。 每一个画面都充满着力量和美感,将观众完全带入了这个古代世界。 同时,如初这首歌曲中充满了情感的张力和温暖的旋律,让人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时刻中。 或许有人问,赵丽颖早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,她的事业和家庭已经如何平衡。 但是,她的身材和容颜却依旧令人惊艳。 她展现出了她的女神气质和少女感,不仅让人心动,更是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榜样。 而赵丽颖和林更新地再度合作,无疑会擦出更多的火花。 语中撑伞,眼神交流,甜蜜地吻,每个细节都让人为之心动。 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,必定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感动和共鸣。 近期,电视剧与凤行公开了主题曲如初的MV,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期待。 作为一部古装剧,这部剧集结了赵丽颖和林更新等实力派演员,他们的精彩表演让人十分期待。 首先,赵丽颖作为女主角,一直以来以其出色的演技和魅力征服了观众。 她在《雨凤行》中的角色定会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和感动。 赵丽颖凭借着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细腻的情感表达,将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。 此外,林更新作为男主角,同样是一位备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, 她与赵丽颖的搭档也必将产生出化学反应,为观众呈现出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。 《雨凤行》不仅吸引人的饰演员阵容,还有其扣人心弦的剧情和精良的制作。 该剧背景宏大,场景宏伟,服装道具精致,再加上赵丽颖和林更新的精湛演技, 必将成为一部精品佳作。 主题曲如初的MV更是为剧集增添了一抹神秘和悠扬的色彩, 让人对剧情和人物命运充满了好奇和期待。 随着《雨凤行》的播出临近,观众们对这部剧的期待也愈发高涨。 我们期待着能够通过这部剧,看到赵丽颖和林更新的精彩表演,感受到剧情的悬念和情感的洗礼。 相信这部剧一定会成为引发热议的话题之作,不容错过。 最后,让我们共同期待《雨凤行》的播出,一同见证赵丽颖和林更新带来的精彩演出,感受这段独一无二的古代爱情故事。 赵丽颖新片抢C又压翻,票房狂飙突破30亿,工作室发文真诚回应。 2024年2月15日,是农历正月初六,尽管许多网友还在家中庆祝春节,但赵丽颖作为被称为拼命三娘的演员,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推广她的新电影《第20条》。 这份感谢信中,赵丽颖展现了她对电影事业的热情与投入。 那天的傍晚,赵丽颖的工作室突然发布了一篇长文,对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支持和认可表示感谢,并强调赵丽颖在学业上仍然是个赶考者。 据了解,电影《第20条》的主演是雷佳音和玛丽。 赵丽颖作为特别出演的角色,在影片中的出场时间并不长。 但从正月初一开始的录演中,赵丽颖的合影几乎总是排在C位,这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。 这部电影被定义为剧情喜剧,但赵丽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聋哑的母亲郝秀萍。 她的表演技巧非常出色,完美地展现了在天台上与死神抗争的场景,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。 影片中的演员大多都来自于韩国。 现在的宣传主要是以赵丽颖为核心,这显然与该电影的主旨不太相符。 这部电影是在春节档期上映的,目前的票房收入仅为10亿,与热辣滚烫,飞驰人生2和熊出眉,逆转时空相比略显逊色。 然而,网络上却流传着赵丽颖主演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30亿的说法,这似乎暗示了某种文化上的偷幻。 随着事情逐渐升温,赵丽颖的工作室也开始对此做出反应。 从她的话语中,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她的谦逊态度,既可以接受他人的认可,也可以接受他人的批评。 只有持续进步,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信任和期待。 演员只是其中的千分之一,但他们的努力与付出,是每一部电影的灵魂所在。 在荧幕背后,有着无数辛勤的工作人员,每一个人的付出都值得尊重与感激。 电影中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由数百甚至数千的演员共同完成的,而演员的数量仅占总数的千分之一。 双影号。 但无论如何,赵丽颖不仅颜值出众,演技也非常出色。 现在,她也在大力推广这部电影,相信每付出一分努力就会有相应的回报。 我们都期待着未来的她,在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的同时,也能尽快收到更多的好消息,我相信她会得到大家的广泛祝福。 赵丽颖不仅拥有出色的外貌,更以其卓越的表演技巧赢得了观众的赞誉。 她的才华和魅力不仅体现在荧幕上,也体现在她积极参与新电影的宣传推广中。 目前,她所主演的新电影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,更在影视圈中引起了极大关注。 赵丽颖以其精湛的演技著称。 她能够通过细腻的表情、动作和台词将角色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,让人们仿佛身临其境。 她不拘泥于形象,勇于尝试各种类型的角色,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表演实力,深受观众喜爱。 赵丽颖在新电影的宣传推广中展现了出色的职业素养和工作态度。 她不仅积极参与各种宣传活动和媒体采访,还通过社交媒体与粉丝们分享电影的幕后故事和拍摄心得,增加了观众对电影的期待和好奇心。 赵丽颖所主演的新电影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,累计票房破30亿。 这充分证明了她在影视圈的影响力和号召力。 工作室也发文回应了这一成绩,表达了对观众和粉丝的真诚感谢,同时也对赵丽颖的努力和付出表示高度赞扬。 综上所述,赵丽颖凭借其出色的外貌和卓越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。 她在新电影的宣传推广中展现出的职业素养和工作态度,也让人们对她充满了信心和期待。 相信在未来的影视作品中,赵丽颖将会继续展现出她的才华和魅力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。